第十八題 取五個規格相同的燈泡ABC租1 及相同的六個電池 連接如右途 则下列關於此五個燈泡的亮度大小 何者正確 我们知道 燈泡的亮度是跟电功率有关 电功率如果越大 燈泡就会越亮 而我们的燈泡就等于电阻 题目上还给了电池就是电压 那么有电压有电阻要求电功率 我们晓得我们公式是P等于V平方除以R 现在问每一个燈泡 而燈泡都一样 所以就表示R相同 我们就只要看电压就好了 A的这个燈泡享受了两个电池的电压 那么B跟C总共是两个电池 但是在串宁的时候分给了B跟C 所以B只有一个电池电压 C也只有一个电池电压 那么珠跟E是并联 并联接在两个电池上 所以珠有享受到两个电池电压 E也是两个电池电压 于是我们就晓得 我们电功率的大小应该是 A等于珠等于E 大于B等于C 只有是他们五个之间的电功率的关系 也就是亮度关系 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的选项中只有C选项是对的 所以第18题问我们 下列有关于五个灯泡亮度大小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择是C B等于C 我们下列有关于C 我们下列有关于C